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首先第一步就是你要把这些我们原来看起来感觉很复杂的工作内容呢把它系统化把它落实到一个一个的什么执行点上面去或者说优化点上面去 然后呢逐步逐步对这些点上面进行优化 那么从本节开始我们讲这个执行这一块 邮件执行这一块呢主要就是从六大要素五律 是吧 这两块来给大家讲 当然我们这个到后期你做这个邮件营销的时候啊 就是你用这个邮件去开发订单的时候呢 你主要关注什么呢你的关注点或者你的执行运营这个考核点在五律上面啊那我还是把这个图打开啊我们还是在这个五律上面是吧你的这个邮件营销最终这个效果是吧好不好对不对那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这 你这几个点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做到位是吧你最后你这个地方效果好不好不清楚对不对那么你这个地方做好了这个地方做好了是吧一个一个的是吧都做好了因为我们上次之前说过这是个乘法关系对不对他是他的这个乘以他乘以他再乘以他然后他的乘以他这是乘法关系其中只要有一个地方你的这个数字非常低是吧甚至于接近于零的话那你的整个乘起来怎么样都是零对不对 这个思路啊不断的跟大家强化啊就是你邮件营销营销的效果不好的时候你一旦倒过去想我是哪个就是五律上面我是哪个律上面可能会有问题是吧然后你通过这个不断的测试是吧然后优化来进行这个什么进行这个效效效效果的一个提升 OK那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内容那么五律是有什么是由这个六大要素决定的是吧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五律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了那首先呢 要给大家讲这个六大要素是吧那么这个我之前其实一直也在考虑啊先给大家讲这个五律还是讲这个六要素因为从目前我们研习这自己的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内部学员的情况来看呢我们现在主要是在已经开始在研究六要素了 因为五律实际上已经就深深的烙印在烙印在这个大脑里边以后啊这个就是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强化了是吧就这执行点一有问题马上从这个地方看但是每一个每一个律上面 是吧具体的每个律你说我我这个金准率不够我可能是或者说我可能是我的收件率不足是吧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他是倒过来倒过来我们去从什么六大要素里边去去来找解决解决方案的或者说这是优化的一个什么优化的一个具体的执行的一个点是吧但是呢但是我我想的话呢很多这个很多 就是大家很多人是第一次接触这套体系所以说我想呢还是先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六大要素你把这六大要素里边的每一个要素啊都搞明白是什么意思以后然后我们再来讲这个五律的时候那么它和这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你就会理解的非常清楚OK那么这个呢所以说我讲这个执行的时候呢会提到说五律的六大要素是吧那么但是我这个嗯跟大家现在做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或者说如果你第一次学习的话希望你还是先把这个 这个六要素啊先先把它了解然后再去怎么再去看这个五律OK那我们来看这个六要素六要素里边呢我们回来这个图啊六要素里边是吧我们看看这是一个两个是吧一共是六要素那么今天我们现在讲什么现在讲第一个要素啊我们讲这个IP IP是我觉得是整个邮件里面的非常重要也是很容易这个被人忽视的一个要素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没有专业的或者系统的去学过这个邮件营销是吧那么所以对这个对这个参数呢可能的并不是太敏感啊呃讲这个IP呢我首先要强调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或者应该叫重生啊这我的这些强调过的就是呃不要盲目去听信这个这个这个市面上有一些这个 所谓专家啊或者怎么的啊去呃强调就他们说什么说这个国外的服务器就邮件服务器啊他不接收来自啊中国的IP的邮件你到网络上去搜这样的言论呢很多很多我觉得呢害人不浅 为什么呢呃也有可能是有些人自己做不好所以就把这个当个借口相对给自己一种心理安慰 对吧那我觉得呢你真的想把业务做好的不要去给自己找这么多的心理安慰所以这里我首先跟你强调一点啊这个说法是错的呃根据我自己的十刀经验来看的大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的国外的这个邮件服务器没有这当的事情没听说过要什么封平这个屏蔽啊中国的IP是吧 这个反倒是我们天朝的这个呃这些有些啊是屏蔽别人的这个内容是吧这个这个我们就不去细说了但是 呃这个所谓这个传言我根据我的时操经验来看是不存在的发那么多邮件是吧包括后面给你演示的时候你也能看到根本没有这当的事情 那么至于说啊有的这个嗯客户在我们就单独有些客户啊不是说有些服务商啊有些客户 他不接受来自中国的邮件那你想想这样的客人你联系他有用吗没有用为什么他都不接着中国的邮件说明他不可能跟中国人做生意对不对 所以说呢那关于这一点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这个纠结是吧这个首先跟大家强调一下啊那么换句话说我讲这个IP就不是针对这一块去讲的啊去讲什么这个中国的IP啊是不是我们要去突破中国的IP啊不是这么个事情啊那么 那么那么我说了这个IP的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啊这个我平时发邮件也没在意IP啊也不是也就是也不是也一样的这个发邮件没有任何问题啊我跟客户的往来对吧那么你说这个没有错那是用什么的你你的发送量不够大啊你发送量非常小比如说一天你发个几十封是吧有人可能多一点上百封对不对 再有可能你的这个而且不能坚持比如说你今天你说我今天这个心血来潮很努力我发了三百封明天你就发不下去了他这么情况一般来说你的IP资源呢就不会显得不足 或者说呢你不会去触犯到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什么垃圾邮件的这个就是邮局啊对垃圾邮件的这么一个筛选和屏蔽的这么一套体系是吧屏蔽体系你不会进去对不对因为你的量不够吗持续时间不长吗是吧但是如果你的量想上去 比如说你每天发送的邮件是一几百甚至于上千啊这样的为单位而且是要持续不断的去发送的话是吧那你的IP资源就一定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呃给大家分享这个用谷歌搜索客户或者各种各样的方法搜索客户或者你会发现用用了那些方法以后你能获得无穷无尽的客户资源当然你这个客户资源的质量有高有低是吧但是从数量上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而且是和你这个产品基本上是那个对口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比如说你你你这个我们说就用谷歌来说你通过谷歌你搜索了这个打比方说你搜索了这个3万个或者5万客户这都是很easy的事情是吧除非你做的非常冷门的产品对不对你看上次我查这个backpack这个产品上来一下子第一个搜索结果就达到1亿多条对吧当然我们不可能搜索1亿多个结果出来是吧这个但是你在就这么大一个市场里边你弄出10万20万个客户资料就很正常的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发现就成问题了 是不是你你如果说你我们简单算一下如果是100的话你每天发送发送我们这么说你你你每天发送1万封那你要发20天如果你发送1000封每天发1000封你要发200天 是吧那如果你你你你说你你只发100封那你要发2000天这都是不可不可以就不可能的一个数字所以说你的发送量得上去对吧但是你的发送量一上去的时候你的这个IP呢IP资料就会不足是吧那这里边是个什么原因呢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图里边来看 那么这个图啊上次我强调过这个大家没有事这个图可以多去琢磨怎么多看看这里边的这个线这个线啊就是我们看看这一条条的线啊这一条条线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就会把它理解为IP是吧每一根线就是一条IP线路是不是呢好那么你的邮件你任何一个邮件你都必须是通过什么通过这个IP什么通过IP过去的对吧那么在这个IP那 在这个邮件的走走动过程当中或者发送过程当中我们说了发件邮局他会做第一次审核对不对然后呢收件邮局的会做第二次审核那么你的IP资源不足的话这两关你过不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邮局啊他会根据日常的这个情况来统计比如说一条IP线上面大概一天会来多少邮件这个是有什么这个是有一个规律的嘛是不是就好比说这个我们说现在很多人强调大数据大数据大数据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根据以往全部的数据来分析 大概这个需求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呢如果你突然比如说你你这个IP线原来一天呢他大概能比如说这个发现邮局是吧大家比如你用Gmail发送那么Gmail呢发现比如说你的这个IP我们打比方说你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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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答比自己的IP那么这个上面他统计一天来说呢他可能统计了有1000封邮件 啊但实际上这个其实可能估计这个数字啊这个比这个要少得多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把谷歌给封锁了吗封锁以后实际上现在用Gmail人除了我们外贸人以外很少有人用Gmail了是吧挺麻烦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他的数量比的更少比如说他可能就比如说500封甚至于300封是吧就这么个数字结果你从这个线上你今天一天就通过Gmail发现就是因为因为你是用Gmail邮箱嘛大家比如说Gmail邮箱你发现你就发了1000封他就会对这个什么打一个问号他会觉得这个数字不正常吗 对吧当然他今天可能没有什么反应或者说今天就会有反应就直接给你卡掉了不让你发了那如果说你连续发几天后毋庸子一定会给你卡死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跟大家说这个1000那个数实际上我说的还真的是虚高了为什么呢根据我的经验的话一个IP的话呢你都是有百位单位的你超过100分基本上都会有问题是吧 所以说IP资源IP的话是一个很重要资源当然你如果你说我不止一条IP我有多个IP我有1.1.1然后后面什么我还有我还有这个是吧1.2然后呢我还有是吧这个什么我就会有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IP 那么你每个IP都能发100封的话OK那么你这个什么你就能够发就是他起码给你能够发送什么更多的邮件出去 那么到这里搜紧邮局也是一样的他也会看是吧每天我搜多少邮件是从哪个IP来的每个IP的数量是多少 那么如果数量过多的话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把他要么一开始就一开始他送垃圾油箱里边他觉得你是垃圾油件再后来更多了他他认定你是垃圾油件他根本不他根本不用你说的他直接什么直接给你pass掉直接给你怎么样直接给你扔的 这应该说直接就弹回了是吧你这个邮件就相当于连失手都找不到了是不是我们昨天不是昨天上次我们演示过这个关于这个QQ一个自助查询里边你会看到他的拦截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对吧 那其实很早有人会去那个地方去看自己邮件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地方首先大家明确一下IP是一种资源啊这个资源决定了你的发现量你没有IP资源你的发现量是不足的是肯定上不去的 那么从这个六要素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刚才我们说的IP是一种资源啊是很是这个是你发邮件必备的一种资源那么下面呢就要跟大家说你如何去获取这样的资源 那么IP资源呢我们你去获取他的话呢一般来说啊这个需要花费一点费用但是这个费用呢不会不会太高啊 这个费用不会太高 有的情况下你可能根本都根本就不用不用花用花费费用是吧你有了网络就能支持那么这里我一点分两块来跟大家说啊你IP资源一般情况下我们通常说呢有两种一种是动态的IP资源一种是静态的IP资源啊那么当然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一块是这个动态的这个IP资源 是吧是是这一块 OK 那么是这一块啊那么关于静态这个呢一会跟大家说啊这个呢如果你能获取这个的话就你能 得到这个资源的话当然非常好但是的费用费用会非常的高啊那么 那我们来来看一下 动态IP资源呢我根据我自己使用经验了通常就这四种啊很少再能够跳出这四种四种方案的啊 呃那我一个个来跟大家介绍 第一个呢是这个VPN是吧 VPN这个我相信做MOD朋友应该是还是应该比较了解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翻墙啊或者什么的啊很多都使用这个VPN对吧那么VPN呢你登上去以后呢首先你就你的IP就怎么样是国外的IP了是吧是这个 呃有你就那就看你买的是什么样的VPN了是吧关于这个呢 呃关于平我在之前呢这个讲谷歌这个搜索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专门讲翻墙那个视频啊 那么有的网站视频网站他不让放后来我就直接把它放到我的这个呃这个什么QQ空间不是QQ这个Q订阅这个QQ博客订阅里边到等订阅以后你就能下载那个视频呃知道怎么样收费或者免费的工具去使用这个VPN是吧那么用VPN呢这个好处什么呢一个是国外的IP是吧 第二个呢你每连接和这个你叫什么来着嗯每连接一次以后呢他这个VP他这个IP地址啊他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是吧都会发生一定变化一般来说你买一个嗯嗯你这种有了有的是免费的免费的VPN的话你重新拨号一次以后呢他的这个他的这个IP也会发生变化是吧 呃当然这个VPN的好处什么呢他有他有什么他不需要花费对吧他不需要花那个他不需要费用对不对因为呃我说这个不需要花费费用就是说你不需要额外的花钱如果你已经有VPN的话那你登陆VPN然后退出再登陆的话你就你就IP地址怎么样就就会发生变化是吧那么这就相当于给你提供了怎么样提供了一些IP的这个资源对不对嗯但是VPN呢嗯我觉得使用一下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什么呢每次都得手动的手动的去这个点击 这个呃这个登陆和这个这个退出是吧当然这个对于嗯怎么说呢对于很多嗯我们上次讲的这个邮件发送方式对比里面讲过你就如果你是用手动发送了是吧你说我的发送量不是太高我每天大概就100封那么这样你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么你用这个也没有问题对不对你换一次发个30封然后再再换一次花个30封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说我的发送量达到了千是吧上千了那你这个就就很难去吃的交了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 借助一些软件那么软用软件去发那么用软件发的话呢那么 一般来说很少支持VPN的啊那么基本上都是后面说的这个VPS或者这个拨号是吧OK那么关于这个VPN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个呃这个收费的VPN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对不对每次去拨号以后你可以用这个你可以查看一下你自己的这个IP地址 呃这个你每次换了以后的话呢你如果不确信他换了IP的话呢你可以你可以登录一个网站是吧其实很多网站都都提供在了功能3w.ip.cn是吧你登录这个网站然后他就会马上显示出来你直接登录上去你不用输任何东西他马上就显示出来你当前的当前的IP地址是多少然后你拨一次号以后你就看看IP地址是不是换了是吧OK那么这个呢就是VPN 呃第二种这个能够获得动态这个IP地址的呢是这个ADSL拨号啊这个的话呢一般来说在家里边上网的这个朋友应该对这个是比较熟悉了是吧这个电信公司来以后呢嗯他会给你一个这个Modern是吧现在很多是光线入户了是光线入户以后就把这个Modern给这个什么取消掉了是吧就这个拨号这个Modern没有了是吧但是呢有点大明确啊 他这个即使是用你即使是光线入户的话你的IP也不是固定的你的IP也不可能是固定的基本上都是什么动态的也就是说嗯怎么说来的你的这个电脑重启一次以后啊基本上你的IP地址就会发生变化啊这个是这个是很清楚的你你如果说不新奇的话呢你还是这个什么还是用刚才啊这个地方我给大家加把它加进去吧要不然每次写的好麻烦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